黃傑 許巧欣都是今天早上 完全佔據新聞版面 那麼甚至還有截圖完全都出來了 主要是因為羅志強他自己帶著麥克風 然後在那邊講話到一半 黃傑上前要搶下他強哥所自備的麥克風 他說這邊不能帶麥克風進來 結果許巧欣一個箭步就上去 然後大家的標題還嚇說 兩個人臉貼臉只有距離5公分 結果就差一點點 因為聽說這個黃傑還使出了什麼 以色列防身術 那差一點點就讓他得逞搶麥成功 但沒有 所以反正就是經過了這一戰之後 許巧欣也很快的發文說 為了避免小哥被碰瓷 我立刻上前要求黃傑退後 過程當中都沒有動手 僅是排除我自由奮技 那我在現場跟綠委說得很清楚 民進國民黨跟以前不一樣囉 不要以為我們很好欺負 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還 不過黃傑也說啦 國民黨違規 在一場使用個人麥克風 韓國院長也不想要處理議事 這個時候立法院長很重要耶 結果他就逃跑了半小時才回來 好那這張今天早上的一個 立法院的一個最新場面 那還有剛剛呢就是 立文委員特別提到的 也就是這一次這兩天 大家也都愛吵的 在明天21號要不要加開 院會這個部分 因為是民眾黨所提出來的 那國民黨本來沒有要啊 結果在今天早上傅崑奇就說 OK 站在同一陣線集結在野監督民進黨 主要是因為要讓議事順利進行支持民眾黨提出的變更議程案 希望所有在野力量一同以最大格局來包容以高度集結最大力量監督民進黨 可以讓陳建仁院長知道民進黨過去八年所作所為 都要讓人民有清楚的答案 好那這個部分因為這個民進黨呢 現在反正提案23號要進行食安專報 好吳思瑶說如果昨天朝野協商沒有破局 如果不是民眾黨團新個人英雄主義 今天已經在食安專案報告了喔 內閣團隊可以清楚向國人報告食安相關處置 非常遺憾因為民眾黨團的堅持 讓簡單的事變成複雜的事只是為了自己的聲量 好所以這整個過程看下來 我先聽聽這個紅衛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剛剛立文委員他說的很直接啊 他說一開始尤其現在國民黨是這個國會最大黨 應該要給民進黨下馬威的 結果在這個部分一個不小心有點可惜 我覺得今天的整個的杯葛狀況 它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我們還是要去嚴正表達 我們希望要有一個食安報告 而且在這段時間裡面 人民有很多事情是不滿意的 那今天很明顯 就陳建仁院長他躲在這些民進黨立委的後面 反正他就又再又再坐在那邊 那民進黨立委就團團圍住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要有一個杯葛的動作 那我要講一下黃潔 黃潔我覺得他確實有點碰瓷的心態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錯誤的 他說這個是羅志強自背的麥克風 那我承認議場裡面確實有一支麥克風 但是並不是羅志強自背的 因為在之前好幾個 包含黨團三長還有前面的立委 通通都拿著那一次麥克風講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黃潔不去搶 你懂我意思嗎 他就是一個他很想製造一些聲量 那今天可能他覺得楊崇英講的時候 他去搶沒有什麼聲量可言 他就故意要去搶羅志強的 然後把它栽當成說 這是羅志強自背的麥克風 但他不是羅志強自背的 那當時確實 我不知道黨團是誰去準備了一支麥克風 那我就看到前面 因為我們本來我們都站在後線嘛 那當時還講說 欸 台中的去講 台中的立委 我們講除了三長之外 就楊崇英啊什麼廖偉祥 我們都讓台中市的立委進行去講 那講到最後 可能台中都講完一輪之後 就羅志強就可能拿來講 欸 你別人講你黃潔沒事 羅志強一講 你黃潔就有事 就要跑去去搶麥克風 所以也才會出現 那個徐曉廷就衝 徐曉廷衝出來 那一衝出來那就很有戲嘛 大家就會講說 哎呀 兩個什麼藍營綠營的女戰神啊 什麼東西就吵起來打起來 那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杯葛 其實我們目的達成了 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是不對現在的蔡政府 現在的內閣是不滿意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 因為現在除了這個食安問題 那更重要的是現在包含昨天 昨天我們的這個金門的快艇被登船 被零檢登船問題 或者是現在的要漲電價的問題 那確實有很多議題 大家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們並沒有拆取就是說 全面性的杯葛 杯葛到它不能上台 因為我們也知道 要讓它去上台報告 因為有一些 包含我們下午就是 國民黨的立委去做質詢嘛 那他們一定也會質詢很多的議題 那也讓所有的民眾有知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的杯葛 那我覺得當然很多人都會有 不同的指教 那我們就虛心接受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兼顧了 包含民眾要表達一個抗議 那另外其實還有個很重要啦 就是大家也知道 今天是韓國瑜第一場主持 就是我們開議的議程嘛 今天他是第一場主持 所以呢大家也都非常注目 我們也我們有一個默契 就是說我們在杯葛的過程裡面 不要讓這個韓國瑜陷入一個說 他沒有辦法去handle 沒有辦法去掌握現場的整個氣氛 或者說大家覺得韓國瑜 這個國民黨團也不理你啊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主持的秩序 然後裡面亂成一團等等之類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有一個默契 當議長回來 然後宣布開議的時候 我們的杯葛也就終止 那麼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民進黨都是用放大鏡 在看韓國瑜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就是要兼顧 我們當然針對行政院長 我們採取杯葛 但是我們的杯葛動作 不能夠讓我們的立法院長很難看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採取的一個步驟 不過大家要怎麼樣去批評 我覺得虛心受教啦 那大家所講的關心的一些議題 在接下來今天其實立法院裡面的質詢 我相信那個質詢的委員 應該都會有提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 請下集團 請下集團